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强烈大陆冷气团逐渐南下 在冷空气的前缘有些水汽先通过 所以在北部东曼部地区 都有比较多的雨量以及局部的短暂雨 明天还是会受到这个强烈冷气团的影响 而且从周五到周末期间 冷空气的强度会进一步升级达到寒流等级 幸好后续的水汽都是比较明显减少的 会是干冷的天气形态 预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 只有花冬到海中博岛这附近 还是偶尔会有些短暂雨的几率而已 在气温方面北部全天都是比较寒冷的 中南部则是日夜温差比较大的气温的形态 从卫星图上可以看到 在今天来说有一波水汽通过台湾附近 所以在北部东曼部地区都有比较明显的阴雨天气 相对来说中南部地区 都还是比较晴朗稳定的这种天气的形态 而后续从模拟图来看 从明天开始到周末期间 台湾附近都是受到北方南下这个比较偏干偏冷的气团在影响 所以台湾附近都没有什么明显的降雨讯号 只有花冬到海中博岛这附近 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雨的几率而已 预估这样子的稳定天气可以至少持续到这个周日 我们接着来看比较细部的降雨预测 以明天来说的话 有稍微高一点的降雨几率的位置 大概就是在花莲台东到海中博岛这附近会稍微高一点 其他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是偏低的 而这样子的稳定天气 从周五周六到周日期间 都是相似的这种天气的形态 我们接着来看四日雨区 从四日雨区可以看到 未来这四天 台湾的整体上空的降雨量都非常的少 有一点降雨几率的位置 大概就是在花莲台中这附近而已 都是其他地区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这种稳定的天气的形态 我们接着来看温度趋势图 先来看北部地区 明天北部地区还有比较明显的这种日夜的气温变化 白天高温大约还可以来到17度左右 不过从周五开始到周日期间 因为寒流南下的影响 所以白天的高温也会进一步的降低 来到13到15度左右 而四驱早晚低温也只有约9度 在下周一冷空气开始逐渐减弱之后 才会有再逐渐往上回温的这种趋势 接着来看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同样也有这种比较明显的降温的趋势 明天还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显著的日夜温差 周五周六到周日寒流影响期间 可以看到这个早晚低温也都会明显的往下降 白天的高温也会降到大约只有18度左右 同样的在下周一二会有一个在逐渐回温的这种情形 接着来看南部地区 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个在逐渐降温之后升温的趋势 不过早晚低温相较中北部地区来说 会稍微比较偏暖一些些 但是其实也是满低的 大约只有12到13度左右而已 白天高温还是稍微比较温暖一些 可以来到20度以上 最后看到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也会有一个在这样子一个逐渐降温的趋势 预估周五到周日这个最低温期间 市区低温大约只有11度左右 那在白天高温也是只有约16到17度 另外要特别提醒 在周五到周日这三天寒流影响期间 在各地的空旷地区 以及靠山区的这个位置 都可能会有局部的这种10度 或以下极端低温出现的机会 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最后来看今晚明晨各地的天气以及气温 在今晚明晨来说 在白天期间影响这波水气已经通过离开 所以北部地区的天气会逐渐的转好 预估明天清晨就会是一个晴到多远的天气 相对来说在花莲台东这边 还是有稍微多一点的云量 以及偶尔有些短暂雨的几率 但明天白天都会是延续的 这个清晨的这种天气的形态 预估西半部各地 在北部地区这边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晴朗稳定的天气 花莲台东这附近 还是有稍微多一点的云量 另外要提醒大家 在未来这几天干冷空气影响期间 可能会有一点微弱的境外污染物移入的趋势 在局部地区的空气品质 可能会稍微转差一些 敏感族需求也要特别留意 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播报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